中国的Holiday Season 亲爱的小丽,你好,来信收到了。 你在信里告诉我,每年到了11月底,美国就进入了Holiday Season。 其实,中国也有Holiday Season,而且也是在冬天。 你知道,我们现在过的很多节日,都是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流传下来的。 那时候,人们春重秋收,除了下雨的日子,几乎每天都要到农田里去工作。 可不像现在工业社会,可以每星期工作五天,休息两天。 农业社会里,人们在春天种下种子,一直要工作到秋天收获以后,才能有比较多的时间休息。 所以,冬天就成了Holiday Season了。 到了英历十二月,中国人就开始准备过春节了。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叫做除夕。 除夕的晚饭叫年夜饭。 在外地工作或读书的人,都会赶回家去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。 就像美国的圣试一样,吃完年夜饭,人们围在火边等候新年。 等到公鸡一叫,正月初一到了,人们赶快跑到外面放鞭炮,迎接新年。 从正月初一的早晨开始,人们互相拜年,祝贺新春。 去向大人拜年的小孩子,会得到大人给的压岁钱。 这样的拜年活动,会连续好些天。 正月十五是元宵节,那天晚上,人们吃了元宵就去看灯会。 过完元宵节,才算真正过完了春节。 你说,这可算得上是个holiday season吧? 祝你新年快乐。 奶奶 1999年1月1号